大家好,这里是普通网在线视频教程系列之DirectX网络游戏开发教程 第一部分,网络游戏开发基础 我是普通网讲师,丁白贝 那么今天呢,从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将带领大家进入激动人心的这个网络游戏开发的这个教学中 并且呢,我们最终会以实践项目的这种方式带领大家呢 开发一款,虽然小,但是功能比较齐全 小型的一个网络游戏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段这个《道德经》中的话 它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寄稀辽稀,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待,可以为天地母 那么这个是《道德经》里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一章里面的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大义啊,就是我,我们当然不是为大家讲古文啊 那么这句话的大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一样东西啊,它是先天地就已经怎么样 在天地出生诞生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 而且呢,它广阔啊,无垠 那么,它呢,独立而不改,啊,那么它始终运行而不懈怠,啊,所以它可以是天地的什么 爱母,就是说,它可以是这个孕育啊,天地的这样的一个物体啊 那么这句话,啊,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啊,引用它有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呃,我们后面啊,会给大家,就是说很快的会给大家揭晓这个答案啊 那么这句话呢,也是,啊,我们这个课程啊,送给大家 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地方的物,啊,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什么 啊,呃,这个地方我们的天地,我们可以想象成什么 哎,我们网络游戏的这个世界 那么一个世界是不是就是一方天地啊 哎,这么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就说,在游戏,网络游戏这个天地诞生之前,就有一样东西要怎么样 哎,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代 啊,它可以是我们这个网络游戏的什么,啊,母体 是吧,那么这样一个,呃,大概的意思啊 那么后面呢,我们会进一步啊,跟大家详细的来揭晓啊 我们引用这句话的它的本意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引言 那么我们说,我们这个教程啊,在正式进入激动人心的这个DX11的网络游戏开发内容的这个教学之前啊,那么我们有这样几个问题 需要向大家进行什么,哎,要进行澄清 以免大家对课程啊,对网游开发造成一些什么不必要的这个先入为主的什么误会啊 或者说误解,或者说你的这种错误的一种认识 就是说你自己在没有接受这个东西之前 你是靠什么,哎,别人以讹传讹建立起来的这样的错误的观念 怎么样,哎,会影响怎么样 我们说我们整个这个教学的一个效果啊 那么这几个问题呢,呃,也是,呃,我在这个课程准备期间呢 呃,跟很多啊,之前的学员呢,呃,网游开发的这个爱好者啊 甚至就是游戏开发的是爱好者啊 啊,甚至一些VC++的这些开发人员啊,啊,进行一些广泛的交流啊 因为我要决定一下,就是说我们课程讲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度啊 讲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讲到一个什么,让大家怎么样去接受这个课程啊 这样的一个,呃,就是说可以理解为是面对面的 呃,或者说就是通过网络啊 这样就是说跟大家交流 而得出的什么,哎,几个我发现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或者说一上来就有一些什么啊,错误认识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大家很担心说 哎呀,老师,你这个一套课程能把网游开发讲完吗 啊,或者说他就会觉得网游开发的内容很多很多啊 那么一套课程能不能讲完 那么换句话说就说什么 哎,我学了你这套课程网络游戏开发我就会了吗 是不是啊,哎,那么这个问题我相信啊 我们这个学员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肯定很关心啊 那老师你是怎么要认识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我们,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 哎,我们说的这个DX啊 或者说叫做DirectX到底在游戏开发中占据什么位置 啊,因为什么呢 这个位置你认识不清楚 我们很多时候会怎么样 哎,会误导大家 让大家朝是什么 偏移的方向啊 或者说不是朝正确的方向在学习 而是朝什么,哎,偏斜的方向在学习啊 那样的话我们就变成什么 啊,在追逐一个不错误的目标啊 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狂奔 是不是啊,那么你想想大家想想 如果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楚 你说你最后 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学习的效果 是不是啊,哎,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 啊,我们说第三D的这个渲染 那啊,这肯定你,我们已经讲到这个 我们啊,注意啊,我们的课程应该是3D啊 网络游戏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教程 那么第三D渲染不消说了啊 那么这是一个核心很重要的一个 怎么样,内容 这个肯定要跟大家讲 但是反过来 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第三D渲染学会了 你是不是就学会了3D游戏开发了 啊,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啊 我们后面呃 再跟大家就是说简单的谈一下啊 我就没再往PPT里面写了 主要是这几个问题啊 我觉得很重要啊,很重要 就是说跟大家有必要怎么样 先来澄清一下 那么第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一套课程 能把网游开发都讲完吗 或者说我们的学员通过这个课程 真的能掌握网络游戏开发吗 是不是啊 哎,我相信这个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 是不是啊 而且是你听我这个课程 你肯定第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啊,我这个课学完了 网络游戏开发我就会了吗 是不是啊 那那么也就是说 我学习能不能达到我的目标 那么首先我们说这是个信心问题 啊,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是请大家先 首先要树立什么 树立信心 就是说你自己要有信心 信心是什么 哎,成功的一半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教程 注意啊 最终将带领大家制作完成一个什么 虽然简单 但是功能基本齐全的 简单的什么 3D网络游戏 而且是基于什么 哎,DirectX11的 啊,不是简单的基于DX9的 那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这个DX9 我们是面向DX11的 啊,那么 其次 啊,我们说最终 课程这个内容啊 肯定会有偏重和取舍 啊,而且我们说对于像什么 多线程 网络 啊,XML OLEDB啊 等等这些已经在我们说 这个课程啊 VC++系列之 什么 啊,Windows服务与网络编程这个系列课程中 已经讲过的内容 那么注意啊 我就不再详细的跟你讲那些基本的原理啊 多线程怎么回事啊 啊,多线程怎么编程啊 啊,网络是怎么回事啊 有有些 呃,在Windows平台下啊 这个网络怎么编程 网络协议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样定义网络协议啊 这些东西我就不会再 再怎么样 哎,再给你去详细讲解这些理论东西了 我们把重点放在什么 哎,这些知识技能的什么 运用上面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提示大家什么 对我所说的这些东西 你觉得 那你有信心 你有把握 你说,哎,老师 这个不用担心 这块的知识我都知道了 啊,那么 你直接告诉我怎么用 就OK了 啊,如果说你有这个信心 那么这个课程你可以怎么样 哎,不去看 啊,也就是说我们的Windows服务器和网络编程 这个课程你可以认为怎么样 哎,你已经学过了 知识 对你这部分的知识对你来讲 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相信有这样的学员 那么还有一些学员就是什么 哎,你要犯一下嘀咕了 哎呀,那老师 你说的这个多线程呢 不是太熟 啊,网络这块呢 我是编过一些 但是 这种 啊,基于这个 比方说像网络游戏 这么复杂的应用的 这样的网络编程 我可能还没整过 啊,没有开发过 甚至没有参与过这样的项目 所以对这一块呢 也比较陌生 啊,那么 甚至XML 啊,XML我可能知道 但是XML编程是怎么回事 啊,我还 怎么样 啊,概念是零 OLED呢 我是听说过 啊,但是没有用过 那,那么当你出现 种种种种这些疑问的时候 啊,我们建议啊 这个地方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什么 我们VC++系列之 Windows服务器和网络编程呢 这个呢 在北方网这个网站上啊 课程表 是开放的 啊,你首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的内容 啊,你然后呢 怎么样 啊,避兆一下 你说这些内容 我都 OK 啊,我都没有问题 啊,这些知识 我都知道了 啊,那么 就可以过了 如果说这部分 哪一些知识 不懂啊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啊,整体可以 呃,你可以整体购买 呃,收看啊 那么呃,也可以怎么样 呃,单独购买收看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怎么样 呃,有针对性的 你说,哎,老师 你说的这个第一部分 这个课程呢 我就明白了 啊,我觉得没必要上 那我直接上第二部分课程 可不可以 哎,可以了 啊,那么这个就是 根据大家自己的需要 如果说你有把握 哎,调过 啊,没有把握 就怎么样 哎,哪部分欠缺 就去学哪部分 啊,那么 因为什么 这些东西 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 实际上我们这个课程 是一个什么 实战性很强的一个 怎么样 我们真正的要开发一款 这个啊 小型的这样的一个 3D网络游戏出来 啊,而且这个过程中 怎么样 对这些知识都要运用到 啊,我不可能 面面俱到的 所有东西都从理论 到实践 全部给你讲一遍 我想,我相信这个课程 也讲不了 是不是啊 我们一套课程内容 不可能设计的那么庞杂 我们肯定是有什么 哎,有拍摄 有取舍 是不是啊 有重点的 那么注意啊 那么注意啊 最终我们这个课程 注意啊 将把讲解的重点放在什么 游戏引擎的构成 设计 开发 实现 啊 这个上面 啊 并且我们核心的三 注意啊 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核心的一部分 三D数学的内容 更是课程 什么 重中之重的内容 啊 甚至这么说 只要你三D数学啊 我们这一套课程里面啊 这一系列课程后面会有的啊 那么只要你把三D数学 以及相应的什么 编程方法掌握了 可以这么说 你将来无论是使用 自己开发引擎 呃 自己开发的这个引擎 来开发网游啊 还是使用第三方的引擎 来开发网游 甚至你使用OpenGL 或者是其他VPC Windows啊 这个平台开发什么 三D网游 大家都可以怎么样 得心应酬 也就是什么 三D数学是我们这个 课程的什么 内核心内容的核心内容 啊 也就是我们课程真正价值的体现在这部分 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啊 重要特色之一 那么首先这个PPT这句话 我们说完了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对这句话啊 进行一个深度的迫切 那这个地方 我相信这句话看完以后 大家肯定怎么样 哎 脑袋里面充满了问号 哎 有问号就好啊 我就喜欢怎么样 你有问号就说明什么 你是带着思想来听我们的课的啊 带着思想来听课 这是我最喜欢的了 因为什么 好多学员就像听什么 听说书一样 那或者说是听的什么 听 但是不动脑子 不思考啊 跟不上我的节奏 那么这个学习效果就会打打折扣啊 那么当然如果说你看完这段话啊 老师也把这段话念完了 你充满了一多问号呢 就对了 第一个啊 可能很多学员就觉得奇怪了 老师 哦呦 游戏引擎那个东西好复杂啊 是不是啊 你为什么把重点放在游戏引擎的这个构构成设计开发和实现上面呢 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课程要突出的特色之一 就是什么 我们国内 现在啊 无论是资料 那还是教程啊 甚至于书籍等等 对游戏引擎的构成设计开发实现这些概念的什么讲解 要么是什么 过于简单 要么就是讲个皮毛 要么就是什么 点到极致 没有怎么样 从头到尾的详细讲过 所以造成我们现在怎么样 哎 我们广大的从业人员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是什么 空白 啊 这样的话我们说国内的市场大不大 啊 网络游戏这个市场 我相信啊 尤其3D网络游戏这块的市场大不大 啊 我们说有无限大的 但是 碍于什么 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能的什么 人才啊 没有这方面的什么 专业的资料 没有这方面专业的指导 所以说我们在游戏引擎开发上面是什么 完全落后的 那因此我们这个课程就怎么样 大胆成 大胆创新 把这个东西怎么构成的啊 怎么开发的 怎么设计的 里面有些什么玩意儿 是不是啊 他是怎么怎么来的 给大家怎么样 哎 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哎 我们说不只是受人以鱼啊 就是说那个呃 没有三点水那个鱼啊 普通的那个鱼啊 我们是要受人以什么啊 以鱼是三点水那个鱼 就说什么 我们是要把方法告诉你 而不是把结果告诉你 啊 这也是区别于什么 我们传统的啊 那个有一些这些第三方的这个游戏开发的培训 实际啊 那么他们干的是什么 他们是基于现有的引擎啊 什么引擎流行 什么引擎怎么样 哎 当前呢比较火啊 什么引擎呢 呃 国内应用的比较多 他们就把什么引擎拿来给你讲什么 哎 最终讲的那个游戏开发 那个不叫游戏开发 那个叫什么 哎 我们说那个是普通的什么 哎 普通的第一级的开发人员干的活 就是什么 哎 写写脚本 这个图片摆到那个位置啊 那个3D模型这样导过来啊 这个动画这样播放啊 然后用户点了鼠标以后呢 我是啊 让这个东西怎么播放动画啊 用户点了鼠标 点了那个东西啊 那个东西应该怎么 播放这个动画啊 等等 那么就变成什么 呃 没有毫无营养的这样的 低级别的这样开发人员 而且这样的 课程啊 也就是传统 这种教学呃 这种学校出来的这样的学员呢 他们对游戏引擎怎么样 哎 理解是皮毛 那更不要说让你去开发一个游戏引擎 而且他们开发游戏的实际能力是什么 非常低下的 那根本也就是说 达不到什么 哎 开发3D网络游戏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水平要求 啊 甚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 连C++都写不下啊 你还开发游戏了 是吧 哎 更不要想着让你去开发游戏引擎了 根本不可能 因为什么 哎 那个教学内容是什么 本末倒置的 是把结果告诉大家 就是说什么 是 就是说人家钓了鱼 把鱼怎么样 给你了啊 你去吃吧 那么这条鱼你吃完了怎么样 哎 你就没有鱼了 你想再吃鱼 你怎么办 啊 你只有再投入 再学习啊 或者是什么 再去买一条鱼啊 这样的循环网附 你永远怎么样 不能自 不能什么 自立 对不对 哎 我们的课程就是什么 把这些东西都告诉你啊 怎么样从引擎开始啊 引擎是怎么构成的 怎么设计的啊 它是怎么开发的 怎么实现的啊 把这个简单的 把这个理论怎么样 从理论到实践啊 全部告诉大家 那手把手带大家怎么样 做一款这样的简单的引擎出来 当然我们不能做那个大而全的引擎 是吧 哎 那个就太复杂了 但是我们要把什么 基本的东西 基本的构成 全部都告诉你 然后你后面怎么样 哎 哪一块的东西 你觉得我们课程里面 哎 老师讲了 但是好像这块还应该有深入的内容 没关系啊 有努力的方向了 是不是啊 哎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了 啊 甚至于就是说什么 你说哎 老师自己开发引擎太累了啊 我看了一下这个引擎里面东西还是挺复杂的 是不是啊 哎 那我怎么办 我找个第三方的引擎 那么你找第三方的引擎 你会发现什么 我们现在学的这些知识是完全用得上的 因为什么 你去剖析它那个引擎的时候 你甚至于就说这个引擎 你之前没有接触过 你没有学习过 只要你把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关于引擎的这个构成设计 开发实现 这些理念啊 这些知识你都消化了 你都明白了 那么你拿到一款啊 你根本就零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引擎的时候 你会发现怎么样 哎 你上手比别人快的多的多 原因是什么 因为不管什么游戏引擎啊 它的这些基本构成 基本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啊 而且甚至于基本的功能 有些时候都是类似的 是不是 所以你就寻着你掌握的这个知识的主线去怎么样 发觉 比如说啊 你里面这个输入是怎么处理的 那你里面的UR界面是怎么处理的 你里面动画是怎么播放的 你里面啊 你说你那个3D马克思和MIA的这个模型 你是怎么导入的 你把这些东西搞明白以后 你发现什么 哎 任何一款引擎到你手里都可以用的 用的什么呀 啊 得心应手 得心应手啊 应用自主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课程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上面 那么我们的重中之重 为什么是3D数学 啊 这个地方呢 啊 首先有第一个疑问啊 为什么是它 而不是别的东西 为什么不像别的传统的教材 是放在什么 哎 这个3D渲染管线啊 比方说第一 DX9的这个 D3D9啊 或者叫D3D9 这个渲染啊 这个管线怎么编程啊 怎么样 使用它的什么固定管线 怎么样自己写这个 HL SL 这个 就是说这个 高级啊 这些脚本啊 这些叫做这个 或者叫shader啊 shader程序啊 这些着色器 这些程序 怎么写啊 怎么实现这个特效 怎么实现这个特效 为什么不是放在那个上面 而是放在了3D数学上面呢 啊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已经产生这样的疑问了 哎 老师 你是不是 你刚才口口声声说 我们学习这个方向不要偏掉 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方向就学偏掉了呀 是不是啊 哎 我是想学一下这个3D网络游戏开发 我尤其想学什么 哎 那些超效呢 什么这个特效 那个特效 这个效果 那个效果 怎么实现 哎 我不想学这个3D数学 而且这个数学 一带上数学两个字啊 我们好多学员就怎么样 头大的说 哎 老师 数学这个东西太够杂了 搞不懂 啊 你这个课程这样看来 我可能学习起来怎么样 哎 太难了 我就失去了怎么样 学下去的这种信心了 哎 其实这个地方呢 第一啊 我们先来澄清 为什么是3D数学啊 首先 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啊 大家认为的那些超炫超酷的那些渲染的效果 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哎 是3D数学 是3D算法 或者叫做3D的这些运算 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什么 我们所说的那些特效啊 比如说粒子系统啊 呃 或者说比如说啊 这个动画 啊 动画系统啊 这样的一个动画的一个转换序列啊 或者说比方说最简单的啊 一个3D的人物啊 在这个里面走动 或者说啊 一个3D的这个地形啊 也就是说有山有水 是吧 哎 然后呢 有建筑物啊 然后呢 呃 地图上还有好多这个啊 自由活动的这些 看似自由活动的这些什么怪物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3D场景里面 大家其实啊 不要被表面现象给蒙蔽了 那实际上这些后面对应的都是什么 哎 3D数学啊 比方说你这个水啊 水面啊 这个怎么怎么模拟啊 怎么样让你这个水面看起来是你这个大海海面啊 看起来真的是像一个海面 是不是啊 那么需要的是是什么知识啊 哎 不是美术知识啊 不是说你真的见过大海 你说啊我一定要先去看看大海 然后呢 呃 这个大海这个美术应该啊 美术效果或者它的艺术效果应该是什么样子啊 不是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要思考的是什么 哎 3D数学的问题啊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网格模型是什么样子的啊 这个 它的这个水面这个 怎么样去用3D数学给它建模啊 建一个模型 然后怎么把它模拟出来 然后最终怎么样 把这个模拟出来的效果 或者说这个算法啊 怎么变成我们的水的程序 啊 那么这个 这个过程啊 再包括啊 普通的比方说光照 啊 或者阴影啊 甚至于就比如说我们要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们这个场景里面需要做一面什么 哎 镜子 大家都知道现实中的镜子是什么样子 哎 反射 反射别的物体的光啊 就可以看到别的物体在它里面成的什么 成的像 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 哎 最终的模拟不是说是美术效果啊 而是一个什么 纯粹的数学效果啊 因为什么 首先 我可以说是美术效果啊 那么这次呢 我可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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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